2018年8月5日是世界最强女团EXOL的4岁生日 4年前的8月5日,爱丽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叫EXOL 其中EXOL代表的是EXOL粉丝之间的爱 所以提取了Love愛,这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作为爱丽的名字,作为世界级最强女团 爱丽们不光拥有着庞大的组合成员数 截止目前官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00多万 但是数量远远不止这些 中国庞大的爱丽团还有很多没有加入了 毕竟在中国是要搬墙的 还有很多小伙伴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界 EXO的应援色是银色 EXO出道六年多的时间里 EXO和爱丽们一起创造了多少的银海 过去爱丽们会创造银海 现在也会创造银海 以下一个四年,就算是再过十年,二十年 到大家的白发苍苍 依然会创造属于EXO和EXOL的银海 爱丽的生日 小天门的表现太充本 远在太平洋底岸的小绵羊 结束了音乐节就马不停蹄的工作 在工作中抽出时间在推特上 祝福爱丽四岁生日快乐 小绵羊张艺兴还拍上了一张自己在芝加哥机场 赶往国内的时候的照片 看来哥哥在紧张的工作中还牵挂着爱丽 虽然现在张艺兴不跟随EXO其他八名成员活动 都是自己的行程 但是张艺兴一直把EXOL放在心中的 因为没有集体活动 从日本大阪的家族演唱会回来 成员们都是个人行程活动 CBX小分队在高低大学和爱丽 们来了一次小型但是近距离的见面会 非常羡慕能够到场的爱丽 不光可以近距离的看见哥哥们 还有哥哥们为爱丽送上的顶级应援 爱丽们反科为主 享受着哥哥们的无限宠爱 8月4月暖心的金钟大考虑到天气炎热 来到现场的粉丝 还有工作人员都很辛苦 金钟大自偷摇包 请全体人员吃冰淇淋 还被边伯贤告密 给爱丽们金钟大 花费了500万韩元 大约人民币3万元 8月5日哥哥们的应援继续 边伯贤也请现场的爱丽们吃橙子味的冰淇淋 这种反应援已经好多次了 张艺兴曾经也是各种请爱丽妈和奶茶吃冰淇淋 看见哥哥们都这么有钱 爱丽们就放心了 朴灿烈在INF上发出自己的纹身照片 还配上因为各位到死 都会磕在我的身体里 已经可以想象出来朴灿烈用着敌音炮 说着这句话的情形 对于爱丽来说简直就是致命伤 太聊了 朴灿烈的用心程度远远不止这些 这条祝福EXOL生日快乐的INF 是朴灿烈在在韩国时间12点 雷了一点点时间发出来的 看来哥哥是在掐着点的 等待爱丽们的生日 这么多情的EXO 爱丽的生日被大家闯成小公主 本次都说 这已经不是应援了 这是爱情呀 是呀 这是一份歌属于EXO和EXOL之间的爱情故事 爱丽们都四岁了 说一 说大家在四岁的日子里面的愿望吧 小编先来 小编希望在四岁的时候看见九最盛世 文章原创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 网络 分享